家里面的氧气罩每天都在用,油脂物质特别大 如果是没有及时去清理的话,上面这些油脂会变得特别厚 虽然说表面能够用毛巾擦干净 但是这些上面的比较厚的这些油脂 等你想起了要去清理的时候已经非常困难了,怎么擦都擦不掉 特别是这种比较厚的比较顽固的污垢 教你一招,轻轻松松就能够去除这些比较厚的油脂污垢 而且不用清洁剂,不管是多厚的这些污垢油脂都能够清除掉 好了,闲话不多说了,下面跟着视频看一下怎么操作的吧 在上面先不要沾水,然后把架子拿掉之后再放上一勺小苏打 小苏打是放在上面这些比较顽固的油脂上面 放上小苏打之后,然后再撒上一勺食用盐 把食盐均匀的撒在顽固的油脂污垢上面 经常做饭搞清洁的朋友,这个方法你一定要试一下,真的是非常的管用 放了食用盐之后,然后在上面再滴上一点白醋 小苏打的洁净能力非常强,而白醋它能够溶解上面的油脂 放了白醋之后,然后再盖上一层纸巾 放了纸巾之后,静置10分钟左右 时间到,然后再把这个纸巾给它揭开 这个时候的油脂污垢已经溶解的差不多了 然后再拿一个小刷子或者是拿个钢丝球把上面这些油脂刷掉 看一下上面的这些顽固油脂,比较厚的油脂已经被刷的差不多了 而且一擦就掉了,特别的容易 家里边的厨房不管是哪个地方油脂比较厚的话 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操作 刷掉之后再用毛巾擦一遍就已经很干净了 除了边边上有些生锈的地方没有去掉 但是这些比较厚的油脂都已经去掉了 这个方法太实用了,比花钱还管用 用这个方法一年可以帮你省下不少的清洁费 看一下刚才上面这些比较厚的顽固油脂已经被清除掉了 经常做饭搞卫生的朋友方法赶紧学起来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了 我们下期见